又有民眾誤信投資群組 把自己跟女友的愛情基金 通通投入其中 到頭來才發現原來是一場騙局 新美市林孔警方獲報之後 在超商埋伏順利逮到車手 而另外在三重 也有民眾被詐騙了 警方是在現場守株待兔 趁著車手面膠現金時 衝上前逮人 雖然說這個車手跑得非常快 但是遠景騎車追上 成功的將人壓制逮捕 男子上口前左看右看 抓準時機準備面招大筆現金 不過就在下一秒 好幾名埋伏遠景突然衝了出來 男子撒壞拔腿狂奔 但還是跑不贏機車 遠景腿一伸 直接把人撂倒在地 男子慘衰被警方給壓制 一艘確認他就是詐騙車手 新北市三重區有民眾誤信投資群組 先前陸續投入了121萬元 還以為可以順利拿回本金跟獲利 但詐騙集團卻稱 要再補300萬才能一併領錢 警覺自己被騙馬上報案 而警方與被害人張記就記 假意相約面招現金 實則埋伏 將人逮捕 全案訊號依詐欺罪 移送新北遞檢偵辦 並遭積壓禁見獲准 司犯稱自己看上高薪真人廣告 才會誤入歧途當車手 不過後悔已經來不及 還是被依法送辦 另外在林口也有車手招待 跑槍 跑槍啊 遠景翁而上團團包圍將人壓制 車手約面交被逮 身上還藏有毒品 手伸出來啊 民眾悟信投資股票群 竟然把自己跟女友一起存的 愛情基金90萬元全都投入 直到發現投資市場騙局 才趕緊報警求助 警方帶回車手與同夥三人 現在還要繼續向上追溯 追出背後主席 接著捧物預章是奎欣被報導